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 收到公众对地铁业者在地铁服务延时时 通报不及时的反馈意见 将会进一步了解情况 当局也指出 如果再出现长过10分钟的地铁延误 或故障情况 业者就必须要通知乘客 陆路交通管理局在回应亚洲新闻台的询问时表示 当局明白信息管理的重要性 特别是地铁服务出现延误的时候 当局说如果延误情况加剧 业者除了需对地铁站和地铁内的乘客 进行广播 也应通过其他管道 如主流媒体或类似推特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 提供及时的信息 并扩大通知范围 据了解 当时11月就有至少5起地铁延误的事故 是由民众或媒体通报 当时地铁业者在社交媒体上 没有相关的通知